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电子评测园区P3工厂,于2020年中期开始建设,是三星迄今为止最大的工厂,占地70万平方米。 P3工厂是一个混合晶圆厂,它将生产记忆体晶片和逻辑晶片。 据韩国媒体The Alec获悉,三星将在明年完成其新的P3晶圆代工工厂的建设,而非原定的今年内。 据悉,三星电子10月底才开始建设该工厂的捷径时。 值得关注的是,三星今年稍早已把一条Nine的快闪晶片的兴建时间往后延一个月。 消息人士补充说,11月同时还推迟了厂房其他建设阶段的时间表。 其中,晶圆厂内DRAM生产线的捷径室已经完成,而Nine的生产线的捷径室可能会在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并投入使用。 海外建厂方面,据外媒报道,西班牙首相在韩国访问期间,专程会见了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荣,并邀请三星赴西班牙建设晶圆制造厂。 于李在荣会面前,其还特意参观了位于平泽的三星晶圆制造设施。 西班牙政府曾计划到2027年在半导体行业投入122.51欧元,以支持其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。 其中,绝大部分预算将用于支援5奈米先进制程晶片制造专案。 目前,英特尔已率先宣布将在欧洲地区投资新建晶圆制造厂,而同为先进制程玩家的三星和台积电尚未做出投资决定。 据媒体报道,台积电正在就在德国德雷斯顿的潜在投资进行谈判。 不过,随着大流行带动的IT消费热潮退去,半导体行业步入下行周期,晶圆厂资本支出也出现调整。 尽管下游需求逆转,但对于过去两年,一直大举支出的晶片制造商而言,削减运营成本和资本支出并不容易, 特别是欧美各国扶持晶片产业政策,以致厂商扩产,且不少专案已处于在建阶段,资本支出调整空间有限。 欧洲作为汽车生产重镇,随着未来转向电动车,对晶片的需求只增不减。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台积电击败三星,拿下了特斯拉FSD辅助驾驶晶片大单,将以5奈米制程工艺进行生产。 这意味着特斯拉将成为台积电的第七大客户。 据悉,这也是台积电首次拿下头部电动车企业的订单,能够有效帮助台积电摆脱半导体领域不景气所带来的影响。 台积电将以4奈米或5奈米工艺,生产特斯拉HW4.0版本晶片。 据悉,目前特斯拉车型上普遍使用的是HW3.0版本,其已经可以实现特斯拉FSD完全自动驾驶。 而HW4.0将是特斯拉下一代晶片。 现阶段特斯拉HW3.0是特斯拉自研晶片,算力可达144T,可支援8个镜头完成视觉处理工作。 这枚特斯拉全自动辅助驾驶晶片,以三星为主力代工,采用14奈米工艺生产,该晶片又称为HW3.0。 而根据此前消息,HW4.0的效能可能是现在的三倍。 随着汽车越来越智慧化,车轨级晶片已经开始需要大量更先进的半导体工艺,比如5奈米晶片、4奈米晶片。 目前来看,特斯拉与台积电的合作已经成为定局。 毕竟在先进制程工艺上,三星的良品率并没有台积电那么高。 台积电能够成功拿到特斯拉的订单,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在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。 作为全球产能最高、良品率最高的晶圆代工厂,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非常大,基本上像苹果、高通等大客户都会找台积电下订单,再加上受到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影响,晶片存在严重短缺。 所以特斯拉才会选择将订单交给台积电。 除此之外,台积电在晶片代工领域处于垄断地位,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。 目前能够大规模量产5奈米、7奈米等先进工艺的晶圆代工厂,除了三星以外,就只剩下台积电了。 而三星在这些先进工艺的成品率并不高,这也让大部分客户会选择实力更强的台积电。 更何况特斯拉开发新一代辅助驾驶晶片,需要更先进的制程工艺和更大的生产规模。 所以台积电能够拿到订单也就不难理解了。 可以预见的是,像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厂,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前途无量。 而三星自家晶圆代工,除了被特斯拉抛弃,就连三星的手机部门也是各种埋怨。 要知道,三星自研的Exynos处理器在前几年一度被视为安卓之光,然而随着Exynos 2100及Exynos 2200连续翻车。 尤其是高通第二代骁龙8发表之后,三星手机部门已经彻底没有信心了。 骁龙8 Gen 2,根据它的编号SM8550AB,此前推测可能还会有SM8550AC版本。 频率更高,有猜测认为是三星Galaxy S23系列的定制版。 11月底,据数码爆料博主最新消息,第二代骁龙8AC版本确实存在,而且确实是给三星Galaxy S23系列单独开的小灶。 最新消息称,明年的Galaxy S23系列会全部赏高通的骁龙8 Gen 2,放弃自家Exynos。 而三星Galaxy S23系列预计会在明年2月份发表。 至于为何放弃自研的Exynos晶片,三星也是一肚子苦水。 Galaxy S22系列上使用Exynos 2200及骁龙8 Gen 1两种晶片,导致手机效能有差异,功耗,续航表现不一,这让三星的手机部门很头痛。 现在Galaxy S23系列全都用了骁龙8 Gen 2,效能表现会统一,不同版本之间不会再有孰强孰弱的争议了。 而且,从大环境来看,手机销量下滑是每个厂商都要面对的麻烦,三星也需要迫切提升高阶机型的竞争力。 目前,苹果是高阶手机市场上的领导者,11月份额高达57%,三星只有19%。 Galaxy S23系列放弃拖后腿的Exynos只是开始, 三星表示会大幅提升Galaxy S系列手机的硬体水平,竞争力要压到其他厂商的机型,以便跟其他厂商区别开来。 虽然三星这几年不断研发新技术来缩小与台积电的差距,甚至在300米制程工艺上用了。 最新一代的GAAFET电晶体技术试图超越台积电,但是想要弯道超车,谈何容易? 今年,三星早早就宣布投产三奈米,然而最早的客户居然是一家普通的矿机晶片企业,据说三星电子的Exynos晶片要等到其第二代工艺才敢用。 虽然在11月下旬的媒体交流中,高通高管给韩国吃定心完成,自己不会把晶片全部交给台积电代工,可对于三星来说,自己不上心的话,一切都是白搭。 据国外媒体报道,三星方面已经与美国公司Silicon Frontline Technology达成更深度合作,旨在提高半导体晶片的生产良率,希望超车净敌台积电。 事实上,三星最近的5奈米、4奈米一直饱受诟病,核心问题就是良率低,导致自家Exynos晶片与高通纷纷离场抗议,而3奈米至今的良率甚至不到20%,量产进度陷入瓶颈。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艾斯莫尔公司11月也宣布在韩国华城,三星最大的晶片基地旁建设一家设备在制造中心,后期还规划了研发、培训等专案,这对三星买至韩国半导体也是积极的消息。 三星在大力改进3奈米制程工艺良率的同时,台积电的量产与研发工作同样没有任何懈怠,再加上台积电,拥有的高阶EUV曝光机要比三星更多,所以在基础研发上,台积电比三星更有优势。 就目前而言,三星很难在半导体领域追上台积电。 在如此激烈的手机乃至汽车半导体市场,三星除了要大力发展相关技术以外,还需要加大对先进制程工艺的研发投入,这样三星才有望赶超台积电,在汽车半导体市场实现新的突破,要不然与台积电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,订单越丢越多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